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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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来了 公主神色不比从前 难道还在为高总庙施火一事烦心 最近太皇太后 本来身体就不好 此事对他打击可不小 皇上令朝廷束缚五日 以表肖丝 希望可以孝感天敌 让坏事变成好事吧 可惜本来是好事的 若是遇上不好的事 就难化解了 公主 此复是我送进宫的 我当然希望他好 没料着第三胎 还是女儿 凑巧遇上高祖庙施火一事 这次连百日宴都不白了 虽说皇上对姐姐的宠爱不见 但作为一国之君 膝下无此 多少会有些失望 后宫那些闲言冷语 要多刻薄有多刻薄 只怕姐姐 这次会很难受 请不 Standards 你可能会看到 恶魔 成大陆 点 neat 就是 罗族的 尊厌 尊厌 可じ 麻烦 清 gospel 哪 您 新 sacred 混答 女 erf 必须 她 能不能 我 вопрос 小公主弥月的 没想打扰你休息 点心已经准备好了 请皇后 这是玉麒麟 你知道这其中有什么意思吗 你一胎一胎的生 就是不见生个皇子出来 太皇太后 都怪我送的礼没有带彩头呢 臣妾一直未能为皇上担下龙子 实在愧疚 累积皇后更敢不爱 希望带了这麒麟颂子 这一样 就能带来个皇帝 你明白就好 下一次 可别再让皇上和两位太后 等上十个月 又再次失望了 皇后 你看 朱玉很喜欢你送来的礼物 朱玉乖 我们摇着麒麟 请麒麟快快送来个小皇帝啊 别让两位太后 和你父皇失望了 臣妾待小公主 谢太皇太后和皇后恩赐 可真是不巧啊 小公主一出生 就碰上高祖庙失火 难怪 有人说是灾心降世啊 但是 这怎么能怪她呢 再怎么说 也是容易啊 不过 她出生的也确实不是时候 所以 两位太后 决定不摆百日宴了 只能委屈她了 皇后别这么说 小公主不委屈 在失火之后 臣妾就反复思索 若为小公主铺张设百日宴 余礼不合 本想奏请太皇太后取消这家宴 现在好了 原来两位太后早有此意 如今 臣妾也就心安了 让朱毅与我们一起守孝就好了 你明白就好 那我就放心了 百嫁 皇后尽安 皇后尽安 这是什么东西 现在是什么时候 宫中上上下下 都穿素表笑 你却佩戴彩英 妹妹喜欢 看着会笑 皇后 是奴婢不好 奴婢没有看好小公主 这可是冲撞祖先是不孝 岂是一个贱婢 能顶罪的 祖母本来最爱图寇丹的 可因高祖庙失火扶桑 现在都不着色了 只是图上香枝就算了 想为高祖尽一点儿孝心哪 连祖母都这么有孝心 可那魏夫人 却不将这事放在心上 坚让魏长公主佩戴彩英 到处跑 本来 孙儿并不想反扰祖母 但是姿势体大 不能不禀报啊 他居然这么不小心哪 母后 不小心说得真是太轻了 他连生三个女儿 仍得皇上宠爱 心也大 气也粗了 不再安分了 连姜儿都要受她的气来 还会守规矩 本来还剩一日就过守孝期了 可是那魏夫人 却不肯安分 如今 教孙儿如何是好 如果赏罚不分 今后如何面对后宫一众嫔妃 可若赏罚分明 只怕有人 又说姜儿欺负她 她就是仗着这一点 欺负姜儿 但是母后 这种事不能不罚呀 一来她有违孝道 二来她教育无方 三来朝中大臣 都尊皇命 穿肃服五日 后宫嫔妃反不以身作则 怎能服众啊 她尚愧对祖先 下疑惑后代 外遭人化禀 不但要罚 而且要重罚她 禀太皇太后 卫妇人在外求见 让她进来吧 诺 祖母 你要为嫂儿做主啊 臣妾参见太皇太后 皇后 窦太主 听说 你做错事了 是 臣妾教女无方 让卫长公主佩戴采婴 又为皇上诉服五日 以表孝哀之圣谕 大师提统 求太皇太后赐法 知错就好了 这女儿啊 别看她现在年幼 若不严加管教 我最后 以后就骄横任性 不顾你心意 不管你死活 只管争恋争宠 不让你安宁 臣妾自当谨遵太皇太后教会 严加管教三个女儿 绝不让她们长大之后 侍宠生教 你肯受教就好 不然 若是在寻常百姓家 就会弄得家不成家 若是在后宫 则免不了一场血雨腥风 端午快到了 过节之前 你就去知市知宿部吧 一来是思过 二来 为先帝 也为哀家 尽点儿孝心 三来 你也好为自己之福责 步有多长 你的福责就有多长 诺 卫妇人 卫妇人 姐姐你怎么来了 即使绵长孝思 我也来为太皇太后 尽一份心 与你一起 为自己知福 说是为自己 实则是为子父 子父心中感激 当日家辞离世 正好皇后 及其他姐妹们 为皇太后庆生张罗 这宫中上下 谁会关心我这个 避袭远离喜庆的 伤心人 只有卫妇人 亲自为我熬汤 祝我安眠 又带我到卫兰庭判 教我点放竹筒灯 为王母祈福追悼 这都是举手之劳 但却让我感到 这宫中仍有温暖情谊 我们这些人 每天都要看 皇后的脸色 眼看你受委屈 我们也不能说什么 还好 这次太皇太后 未有重罚 而且没有下令 只需你一人之步 我才可以过来 凑数帮忙 凑数 不妨就多算我一个吧 赠香之情 我不会忘 当时幸亏有你 否则皇上 许久没来我处 一来若发现 卫兰库无箱 我窘都要窘死了 我进来的时候 就已经看见姐姐了 你还想在外占多久呢 我做了些小菜 自己一个人吃不完 就带过来了 看你们可不可以帮帮忙 疼机有心了 三位姐姐都来看子夫 子夫心里真暖啊 这几年 你是如何对待宫中众人 大家有目共睹 正因为你一向良善人会 适事已得抱怨 所以宫中众人 都想为你出一份力 只是 你经常被责怪 委屈你了 子夫有三个女儿 成欢在西 这次能将功补过 能得到三位姐妹的帮助 没有委屈 只有幸福 魏夫人就是这样 什么艰难的事到她身上 都能开心面对 我儿时的周夫子曾经说过 笑着日子容易过 以后呀 我们都要向魏夫人学习 要是人人都像魏夫人一样 宫里就真的和乐多了 是啊 你们就别夸我了 我也是一步步地在学 我们一起知福存孝 为太皇太后福寿延绵 奉体为安 祈福 好 Van Saint 武 把演员 回水 和什么 祢 虚高临下壮观的好情 扯儿 你替哀家放眼看看 这河山是否易如往昔 秀丽壮观 易如往昔 好 好 河山没有变呐 但是 我的扯儿变了 俊威临临了 扯儿长大了 稳重了 懂事了 国事家事 自有主张 哀家的眼睛虽然看不清 可是 心是雪亮的 站在这儿 就可以感受到 大汉的子民 安居乐业 气象何顺啊 好啊 你 扯儿 你初登帝位 总以为祖母处处作拦你 你可知道 当时你只是一个二十岁不到的新君哪 在你的身边 在你的身边有多少小人 阿谀奉承 有多少豺狼虎豹 拥兵自重 外加是怕你年少气盛 中坚难分哪 当初 孙儿没有体会 祖母一片苦心 但虽之年岁曾成 孙儿已明白祖母所做的一切 皆为大汉招行 祖母比孙儿看得更远 看得更高 前有吕后乱政 留下恶名 未免猜夺唾骂 哀家几次 与撒手不管正事 但祖母 祖母常常梦见大汗江山突变 半夜惊醒 下出一身冷汗 祖母不怕被世人唾骂 就怕闲人说彻而半句碧言 祖母 就算有冤魂来找 哀家也不怕 但凡有人教唆挑拨 哀家就先下手为强 祖母你放心 祖母 祖母一定会历经徒职 会把祖母一片苦心 好 好 那祖母就放心了 倖家 碧小着 祖母 赵子 祖母 也有 梦 我 一凪 你 这 童有 赌人 你 哀家的身子 哀家自己清楚 再说 长命百岁 又有何用 只盼孙儿能替大汉 成仙季后 能够成为开创盛世的 千古帝皇 孙儿一定不负 祖母宿望 那哀家 就心满意足了 一个老人 还有什么能比得过 能够盼得孙儿 成财成器 孙儿 孙儿 贤 孙儿 云儿 超人 是你知道 哀家让人放进来的 让你知不 也许有人认为是在罚你 其实 是想求证一件事情 而且 也已经证实了 你进宫这几年 如何对待后宫上下 哀家 偶有所闻 而这里的素薄却是证据 太皇太后 一个无权无势的人 竟能在纷争最多 戒心最重的后宫 得到嫔妃碧谱的真心尊重 好一个魏夫人哪 是 臣妾一直觉得 这后宫就是天子的家 中间纵有吵闹 但是大家的心 都是向着两位太后和皇上的 只要以心相待 相信一定会和睦相处 和睦相处 那就要分享地处 你舍得吗 将心比心 看到姐姐妹妹们都能得慕圣恩 臣妾心里也为他们欣喜 上善若水 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有这样的心 是你的贤淑 难怪彻儿总说你不凡 太皇太后过奖了 是皇上恩宠 哀家最希望的 就是你能为皇帝生个皇子 臣妾明白 可是一切自有天意 哀家不是抱怨什么 只是深信皇子由你管教 必不骄纵 若出自其他嫔妃 就难说了 你心善贤良 必得天助 终会为我汉世天子天孙 继承千秋大业 谢太皇太后宠爱 你知的素伯 不过很快就可以用来做丧服 哀家也预先叫人 磨好碑石 将来好写下哀家这一生 太皇太后一定会福寿绵长的 哀家不畏死 哀家力争三朝七十多载 也活够了 三朝皇帝 高祖闻至天下 立我大汉江山 孝文亲尝汤药 世母至孝 博太后得召后宫 母仪天下 太皇太后 哀家也辅助了三朝皇帝 无愧无悔 这遗憾与你尚未深交 不曾施恩于你 却已经要别离了 太皇太后对臣妾以恩重如山 当日因为臣妾入宫 引起的波澜 导致皇后自杀 太皇太后也不责罚臣妾 皇上离宫 臣妾欺瞒行踪 太皇太后也宽恕臣妾 还有 既说哀家有恩于你 那哀家就冒昧相求 太皇太后有何吩咐请说 哀家住持后宫几十年 管教汉氏 几代子孙女眷 娇儿是其中最懂哄我高兴的 也最得我宠爱的 可也因此骄纵出 她的刁蛮跋扈 子夫 将来她若做了什么大逆不道之事 但愿 你能救她一命 太皇太后别这么说 臣妾何德何能 况且还有皇上 不 不 爱家只怕下杀令的 就是皇帝 彻儿是千古明君之才 可最容不下娇儿的就是她 既已军领天下 怕只怕 他日一道圣鱼 不说情分 只贪国法 臣妾明白 皇后如初时 最有可能统领后宫的就是你 若皇帝要杀娇儿 你就看在 在哀家的份上 保住她的性命 就当是 还哀家的恩情 可以吗 臣妾 尽尽尽太皇太后之命 有你的承诺 哀家 无憾 薄 氏 味 renowned Beh 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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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十年来 陪在哀家身边的 始终是你 最令哀家卧薪的 也是你 你 总是你有千万个不是 你始终是哀家的首相灵珠 母后 哀家 所有的金银财物 其真一物 全都留给你 母 母 母后 母后 乔儿 你虽然焦满人心 可你也醉得了 哄哀家开心 哄哀家 哄哀家 活了如此一生 却觉得 管教自己的孙儿 远比管治天下来的 女朋友 你 我 外甲留给你的 是一样最宝贵的东西 一道保命符 是一道保命符 女人 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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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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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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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兒果然長大了 哀家就能放心 把你祖父和你父皇的基业交給你了 車兒最近忙於正事 但仍然不忘請安 孝道可嘉 哀家就賞你 轉 奏兒子 你 前有屢後亂政 留下惡名 未免猜夺唾罵 哀家幾次 與撒手不管正事 但祖母 常常夢見大汗江山突變 半夜驚醒 下出一身冷汗 祖母不怕被世人唾罵 就怕仙人說徹兒半句筆言 就算 有冤魂來找 哀家也不怕 但凡有人叫唆挑撥 哀家就先下手為強 後宮之首是誰 當然要由統領後宮的皇后去辦 不怕 皇后 皇后 是你說廢就能廢的嗎 我這個做母后的 實在沒有能力為你們遮風當雨 可스를紀心 母后 父母 母長 Chapter 父親 父母 母女 神 義兄 皇太后职位 却没有一刻 不时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以后 母后可以暗想晚年了 这么多年 你出生 我怕你不得父皇欢心 你聪明讨好 我怕你招人嫉妒 你处理太子 我怕你遭人陷害 知道你登上皇位 还是怕你惹怒了祖母 被拉下来 母后可以做的 就是无时无刻的察言观色 在祖母身边 依旧替你说好话 保住你的皇位 祖母只是太过深谋远虑 喜怒不省于色 当初儿臣又年少气生 才让母后 经常为儿臣担忧 提心吊胆 提心吊胆 好贴切啊 好贴切啊 几十年了 我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 度过我的晚年了 母后 母后 母后一定会顺心顺意地 安享晚年 母后顺心 儿臣才能顺意 母后 母后生我拘我 服我续我 养我 养我育我 顾我负我 儿臣答应母后 只要有儿臣一日 就一定遂母后 所有的心愿 有你这句话 母后 母后 曾经受了一切委屈 就都不算什么了 许昌丧事不败 免去丞相之职 武安侯填坟 拜为丞相 太常定 失去无德 恳请陛下 将其罢名 以安朝堂 谁来顶替 又是用舅父的门声 臣奏请 以承兮修兵士 是供汉宫用 还是供你的丞相府啊 别讲了 都是天分 武力自肥的相府 要朕再看 你是吴朕的闫目 陛下 再怎么说 他也是你的舅父 那又如何 这三年来 他永人为亲 贪赃舞弊 如今越乏猖狂 竟奏请 收城南田地 一键粮仓 朕不如将整个悟空 都给他好了 否则 朕就飞向佛君归 你像月色一样的沉默 如雪花落在湖面融化我 寂寂寂寞 寂寞的烟火 寂寞的烟火 忘掉年月 让天空快乐 我 你是夜里温柔的颜色 静静的投影在我的轮廓 也许我 也许我让你 心如刀割 等一个结果 我 古铁飞过沙漠 爱得太执着 人间的风光 都看过 在岭屋曾做过的 是最动人的景色 你是围在我心底 直到天底要将我们分离 你的笑脸 比思念还清晰 比流水还沉溺 你 保回我的天地 你 周围在我梦里 我让你跌落 下一片痕迹 你的心 比呼吸还细粒 你沉溺的清晰 出现我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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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开心 每分钟 我都见到你 出现我的回忆 小心 出现我的回忆